你没事吧 小朋友 撞到你了 妈 对不起啊 妈 妈 金刚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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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 妈 这是米的 有点算 金刚最坚强的 不哭了 你跟我到这儿来 你想对她做什么呀 不是 我跟着你干吗呀 我是来买东西的 小朋友 对不起啊 阿姨刚才不小心撞到你了 没关系 阿爸跟我说过 男孩子最坚强 你这样 等一下呢 你去玩具城 去选一个玩具 阿姨送给你好不好 好 你是他爸爸 所以就是你儿子喽 你说呢 我今天下班 去办公室找你了 我看你不在 你是想说我早退的事了是吗 不是 今天那杯红茶 是我不小心 倒到你身上的 我是想跟你道歉 不需要了 走啊 金刚 爸爸 那个阿姨不是说 要送我个文具吗 爸爸给你买十个 买十个 来 老师 想死你了 快快快快 快 快 会发羊子啊 你说你塞翰甩ád电话 好不容易把你判过来 行李放下就走 干嘛去了 我有工作呀 工作嘛 那介于你没有跟我亲亲抱抱 你必须得补偿我 行了 讲故事吧 许家小姐 惊悚的不行 但现在听你这么一说 你真的遇到了 一超级大色狼啊 现在还跟你同公司 我感觉这事大事不妙啊 你不会是遇到那种 一直尾随你很久的那种 超级大色狼 没准 而且他特别色 有多色 你怎么比我还关心啊 关键是长得帅吗 长得猫还算是个人样吧 而且还有点小才华 就是行业里面还算是个小人 但我就是不喜欢他自以为是的样子 能做出来这种闯入单身女子房间 把你全身看个遍还同窗共枕 还不承认不负责不道歉的男人 就是一个没有风度没有原则 没有底线的超级无敌大色狼 不是你这分辈你能不能小小伤 你生怕楼上楼下的都不知道啊 真的怕什么 人家都是主持的 你再给我分析个事吧 这个人有个怪癖 就是他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喝红茶 为什么 三种情况吧 科学角度对红茶素过敏 心理角度有一段关于红茶的负面记忆 那第三种呢 人心角度 是吗 我亲爱的毒鸡汤国主啊 现在都这么知名了 那为什么你自己单身万年 许多 咱俩见面没几分钟吧 你开始按耐不住本心怼我了 你要意思说我吗 你不是 你不是 你不是啊 你干吗去啊 打住 等着我 你敢诺一下 你接着我说进了别想睡觉 我告诉你 我今天把那杯红茶全泼到他身上了 是不是很过分啊 有什么可过分的 你怎么在意他 我在意他开玩笑 那你不在意你晚上都聊他 我这事我还没跟你说完呢 我今天又看见他了 你们俩这巧合得有点太巧合了吧 和他儿子 什么 他儿子了 六岁 我的天哪 一个已婚男跑去三家浪浪 还非得你这种未婚少女 真是个人间极品渣呀 我感觉吧就是有点不太对 你感觉什么呀 你看到他老婆了吗 没 他周末的一个人带着儿子狂 老婆也不在 再加上三亚的前科 这婚姻状况开悠啊 大晚上那聊他干吗呀 你这不撩了一个有大儿子 有傅之冲啊 行啊许多 现在重口味呀 叶琪倩 我让你知道什么叫重口味 你 你不要去叫我 别别别 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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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别 别别别 别别 别别 过来 想不想爸爸 爸爸 今晚中的那个片子姐姐 到底是谁啊 没有我这大儿子 你这眼睛是不是装坏了 分明是个大妈呀 我女人还挺漂亮的 你还懂好看漂亮呢 那个啊 他是个售货员 你个售货员你怎么认识 那 爸爸不是经常带你去那商场逛吗 就那么认识的呗 我不信 你肯定是在撒谎啊 你怎么把我当成小孩子 我已经七岁了好吗 不是你老大睡的小屁孩儿的 你十七岁了 也是你爸的小屁孩儿 知不知道 我还不是呢 我还知道 那位片子姐姐和你道歉 那你为什么不接受呢 老实说过 道歉完 要勇敢大方地接受道歉 这样子在家就多是好朋友 你爸跟那个大妈 不可能会成为朋友 懂吗 我这两天休假的时候 你一个劲给我发微信 你是不是有点忌妒啊 当然 等爸在休假的时候啊 我让你调个地儿 爸带你去玩 行不行 好 来 把书包打开 爸爸检查一下你的作业 嗯 来 这跟你爸当年一模一样啊 优秀如我呀 谁叫我学妹妹的好孩子啊 爸爸 既然做意写得这么好 你不跟他有玩玩 来 可是爸爸有很多工作要忙的 怎么办啊 你自己玩一会儿 好 来吧 金刚 来吧 准备你的战斗 过来 来 一 二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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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宝贝儿子 你还真糊了呀 别揉眼睛了 啊 好了 爸爸给你开玩笑呢 好 好吗 来 小飞 你来了 坐坐坐 你来晚了啊 他得拔酒 按规矩 深海炸弹 没事 不用的 可可可姐 这是规矩啊 对对对 可可可姐说得对 那个还是按规矩 我罚酒三杯 靠谱 靠谱 这是什么喝法 枸杞配啤酒 可可可姐 你这朋友够养生的 靠谱啊 就是规矩 厉害厉害厉害 这还算静的了 算静的了 对对对 回头姐妹们啊 必须去小飞店里捧场 感谢捧场啊 感谢感谢 我们小飞啊 就是好酒量 喂 喂 副经理 你好 听说你今天销量不错 卖了一箱包 您知道这事了 对 是我说我承认 今儿销量还可以 我不是来表扬你的 刘总直接给我打电话 说你非常不专业 我不专业 不会错的 刘总加了你微信 我必须得提醒你 这次投诉 来自我们星光商场的所有者 不如 喂 喂 喂 虽然这个电话五雷轰顶 但我依旧要笑对我的派对 它不是灯红酒绿夜夜升歌 而是我的商务谈判和工作会议 这些复杂的女人们 只是我的工作客户 无论怎样 我必须要时刻微笑 我在这夜夜疯癫中 找寻我的成功 我还想说 集体早餐之前要揍什么 忘了吗 忘了吗 忘了 四道电文的益州测试啊 李哥 那我先来了啊 朝辞白地彩云间 千里降临一玉宽 天岸原生提不住 今朝已过万重山 这是来自李白的早发白地称 可以可以 厉害厉害厉害 到我了啊 我来一个数学题 难一点的 我想想啊 十加十等于几 二 二 季叔叔 我这人 我就是在说你二 我这小学应该急了 我不是越来越南卖的小朋友了 十加十这种问题 不用再问我了 你结合收入只有这个智商 来来来 宝贝 这样 我给你插一下这个啊 问你个问题 如果要答对了呢 给你弄个眼罗多佑好 好不好 好 好 提问 两个女孩 一个温柔贤惠 一个美丽大方 你觉得 你爸爸会跳哪个 你小孩瞎问什么呢 不是都说了吗 自由体温 不管不管不管 哪都不用问 我爸最后哪个都不会选 为什么呢 是一个贤惠的啊 看不上我爸 看不上我爸 看不漂亮的 那就被你抢走了 只我抢你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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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抓了点儿 还是跟小朋友出来玩看戏 瞬间的放掉多反应 这有什么呀 不就是接到个投诉嘛 我在咱那 那块牛肉遥遥无期的 杰森啊 你是想上而上不去 我呢 机会放在那儿 但解决得难于登天啊 我说你仨这个算什么呀 顶多算个碰碰车 懂吗 我这个绝对是云霄飞车 你怎么 我在三亚碰见那女 她为了你追过来了 现在成了我们公司的运营官 我在顶头上司 你们知道 我现在面临的是 每天走过日路 真的 恭喜恭喜 恭喜你啊 真的好日子到头了 啊 不 我们这包死了 妈 爸爸 咱们请来拍照照吧 今天好开心呢 来吧 来 你在这儿你在这儿 来吧 来来来来 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 纵使内心慌的一品 却依然 要孝对一切 来了啊 金刚睡了 玩累了 累了 回家吃饭吧 不了我晚上还有工作了 工作忙也要注意身体啊 对了 我们老两口啊 不缺钱 你不用每个月 都给我们打钱呢啊 别这么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对了 下周啊 我再过来接金刚 好 我来抱孩子 来 起来了 伯伯 来 来 谁的 小宝贝 来 爷爷抱 当眼头 真是小懒猫 小懒猫 小懒猫 好 那我走了 好 你路上慢点啊 好的 好 好的 不是 你是事业型 事业顺程 但是 这个健康线隐隐约约有点模糊 你要注意身体啊 不过 你这首相跟我很合拍 对了 我一直没有机会想问问你 你对童雨的那个线路有什么看法 我们说好了 今天不了工作的吧 我说你说话怎么这么硬紧呢 我说你说话怎么这么硬紧呢 我终于知道了 知道什么了 我终于知道那个女人进入我们公司之后 为什么可以那么嚣张 因为她跟姜胖的有私情 我终于知道了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自动驾驶项目 自动驾驶 是我们自动科技的重中之重 所以我把重要的工作人员全都请过来了 现在会议开始 看来今天是一场恶战啊 大家请看屏幕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自动驾驶 投入与产出的数据图 从十三个月前开始 研发投入项目以每个月百分之五的速度递增 但是产出却始终都是零 简单一点说 自动驾驶的研发 在上半年就是亏损的重要原因 自动驾驶项目展望于未来 如果您当下的收益却衡量 是不是有一些太荒谬了 那我想问一下同工程师 您现在自动驾驶进行到哪一步了 多模态三地点云 施动驾驶已经出现成效了 路径规划项目也在攻坚中 那你现在路径规划做到第几层了 第一层的端到端 贪心算法脱步路径规划 已经完成了初步构建 那么第二层实施的毫秒级 避障规划 以及第三层的 高速动态场景预测 您还没有开始咯 就在我们的计划当中 后需要时间 那么限控系统和环境感知 这两个技首的问题是吗 在我们的计划当中 我需要一步一步来 那也就是说 自动驾驶最核心的重点 也就是自动驾驶路径规划 您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对吗 所以我们就算做最好的预期 以最短的时间 我们实行了二三阶段路径规划 却还没有进行 自动驾驶核心环节 机器人执行的程序 线控系统和环境感知学习 那我想问一下 这整个自动驾驶项目 您究竟需要多长时间 不是徐总我怎么觉得 你对我还有我们整个组的组员 好像没有什么信心呢 但徐总我必须要提醒你一点 如果说公司对我们没有信心 当初这个项目就不会开启 江总 对吗 我不是不信任你 我是不信任整个自动驾驶项目 因为这是一个风险性极高的事情 所有的科技创新 它都具备风险性 想当年国家压力重重 如果不是冒风险 去研究两弹 会有今天的和平吗 如果不是冒风险 去研究太空卫星 会有今天的北斗 如果说咱们的自动科技 想要站在国际的一线 这点风险都不敢冒吗 你说得太好了 所有的物件的发明 靠的都是我们对某一个物件上的 发明和创新 但是自动驾驶不一样 自动驾驶考验的是环境 别的先不谈了 北京 上海 广州这三大城市 它们道路的拥堵情况 和交通的复杂性 是超乎你的想象的 好 驾驶自动驾驶 我们研发成功 产品上路 道路上现在有自行车 机动车 行人 再加上你的自动驾驶产品 混为一谈 你认为这有助于交通吗 这种复杂的环境 自动驾驶能在这里生存吗 我想问你 你懂技术吗 那是限控项目和环境感知是什么 不用解释 也许你可以搞得懂技术 但是你搞不懂 这一社会难题就是交通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 不是你不能 是没有人能 这需要整个社会的交通 经济体系的全面发展 才会给予自动驾驶 一个合适的环境 好了 我说两句吧 经过我和许总的讨论 考虑到佟总工 对自动驾驶项目的 付出和执着 我们决定 再给A组一个机会 管理层会给你们 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内 必须搞定自动驾驶 三层的线路规划 否则项目暂停 当然了我们现在更看好 B组李德先生 现在主抓的 自动化物流项目 所以从今天开始 投入研发的费用比例 将会重新调整一下 李德工程师所在的B组 将加大研发费用 而自动驾驶项目 只保留百分之三十 既然你们都已经商议好了 还开什么会啊 我们可以民主投票 各位同事 觉得佟总工的想法是正确的 同意保持原方向不变的 请举手 大家可以随意表态 我们只是就事论事 一共八个 和好 那么现在 同意我的决定的 请举手 我就不计数了 结果一目了然 所以佟总工程师 这不是我对你的偏见 是全公司的员工 对你的意见 一个月时间是吗 三成经费 对 好 我接受这个挑战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 每一分一秒对我同意而言 都非常的重要 今天来的会议 抱歉 三交 好 老大 我实话实说 您别生气啊 这一个月的时间 三成的研发经费 从技术角度上来说 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既然话已经说了 一个月之内必须要完成 就算我们的算法计划再稳美 这时间 这经费 怎么可能将三层的路径设计 全部照顾出去 不可能的 我还有个办法 你去找一下徐总 跟他好好说说 宽限一点时间 我想我们的身色都更大 我了解你的脾气 你的性格 我也不想输啊 我也想赢啊 就算你为了我们全族 就找一下徐总 跟他说一句软话好不好 好不好 杰三 店里的罗勒和迷迭香没有 赶紧去买点 棺材购的老梁呢 陶子结婚请假了 不是 我这蛋糕还没做完呢 你的蛋糕是在我煮菜之后的 让你去就去 行行行行 带着我话这么多 小伙子 老梁呢 请假了 要不然怎么让我来跑腿啊 小伙子 你这么说得不对了 你不是主厨吧 这都能看出来 那当然 我虽然不是厨子 但是我卖了厨子 三十多年的菜了 这香料啊 是主菜添加 挂龙点睛的关键 这么重要的让我让你来啊 就是想让你知道这个过程 你不知道这个过程 以后怎么当主厨啊 十大厨还有这意思呢 你怎么说 种子选手 这个画面 曾如此美丽 今生今世 但愿岁月静好 现世安分 这画我是从哪儿看到的 今生今世 但愿岁月静好 现世安稳 但愿岁月静好 但愿岁月静好 却内心翻滚 喂 干嘛呢 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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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小偷 小偷 抓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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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抓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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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抓小偷 �猴 手机 手机哪里 对对对对 让你上 小偷偷 你的手机 谢谢哥哥 没事 没事 哥哥 您是便衣警察吗 不是 我就是一名厨师而已 我看您这么应有 还以为 我叫小悠 我可以请您喝杯咖啡吗 不不不 不用这么客气的 没关系 我知道附近有家咖啡厅 走 走 走 小哥哥 你不忙吧 别耽误你的正事了 不忙 不忙 没什么正事 给你喝咖啡才是正事 没有没有 给你开个小玩笑的 我叫李杰森 你可以叫我杰森哥 或者小哥哥 小哥哥 对了 你一大早上去菜市场 你不上班吗 因为网上说 一个城市的菜市场 是一个地方的味道 所以我出来乍到 就想过来逛一下 只是 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 要不是碰到你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听你这么说 你是刚来上海了 我大学刚毕业 我就想来上海找工作 今天才来第一天 你说你刚来上海 上海就给你留下 这么一个不好的印象 其实这儿还是好人多的 哥哥您是厨师对吧 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大厨 或者是店长之类的吧 其实我就是个普通的厨师 我没那么高的欲望 现在还有人没有欲望的吗 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说 人不能有太高的欲望 脚踏实地 做好自己不就行了吗 我觉得哥哥以后一定是一个大厨 那是 你刚来上海找到工作了吗 还没有 那我可以推荐你一个工作啊 真的吗 什么呀 来我们西餐厅当服务员 你愿不愿意 服务员 那可不是一般的服务员啊 在我们西餐厅 那可是非常高达的意大利餐 你要在我们餐厅服务员做得好的话 那你去别的餐厅当个主管 或者经理 那不是小菜一碟吗 也是个断裂的机会啊 您的意思是说 可以去您的餐厅吗 当然可以了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谢谢哥哥 这个女孩看我的那一瞬间 只有零点一秒 她的眼神中闪烁出那种崇拜之情 被我敏锐地扑出道 那一瞬间我就知道 我又要脱单了 这份你们收一下 余吉姐 我可听说了 最近您为了找几个优秀的服务生 给您愁的 那头发都白了几根 那哪行啊 我多心疼啊 我得替你分担分担才行 谁长白头发了 不行 不是 姐 我这什么都没说呢 怎么就不行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刚刚认识个女孩 就想把她带来餐厅 这 这怎么知道的 这 你说 现在交友 怎么还得帮她找工作呢 是我老家的一个妹妹 人特别好 不行 你先听我介绍完了再说吧 我这个妹妹人特别好 刚刚大学毕业 会说英语 长得漂亮 能言会道 很适合咱们餐厅的 真的 那她到底是你的妹妹啊 还是你交的朋友啊 妹妹啊 那绝对不行 占亲戴故 绝对不合适 不是妹妹 是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什么交的朋友啊 姐都把我问懵了 那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 就是我前几天认识一件女孩 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不正当的关系 真的 你交友就交友 你少跟我玩套路 你那些事我都知道了 在菜场英雄救命 这 这事怎么传那么快呀 谁告诉你的呀 菜场师傅说的 是大厨告诉我的 看在你没有让我们 FU餐厅丢脸的份上 明天让她来面试吧 好嘞 这次又一姐 太好了 曾经 有事儿吗 有啊 但是我不是想跟你聊会议上的事儿 咱们从三亚谈起 童云 我今天认真地跟你说 今天我在会议上 所有的分歧以及决定 真的是因为公司长期的发展而考虑的 跟三亚的事情没有关系 自动驾驶项目 是我们A所所有人的心血 你今天设定的时间还有资金 你找特斯拉还有Google 他们的技术团队 让他们过来做 他们能来吗 他们能做吗 他们做不到 你不是在为难我 你在干吗呢 他们做不到 所以该结束了 但是我不是他们 你不了解我 你不了解技术 你不了解的 恐怕说你了解的 只是怎么和老板谈情说爱 你跟踪我 其言巧合而已 有些话不要乱讲 不然你会死得更惨 我好怕怕呀 还有 我比你想象的要了解得多得多 还是想象中的 我好想想象 听你和老板谈回我们 第一次 我其实就想象中的 小礼物 或者说呢 两天 你管不着呢 你觉得不轻的 我怎么想象TO 我能做到 你不认罪 好 我把手提供 真正的第五级别 他们都已经承认 最好的预期是五年到十年 当然了我不否认一点 就是你提出的 斯赖姆模式的激光雷达项目 我觉得非常巧妙 你所提出的斯赖姆模式 是一九八八年所提出的 已经非常成熟了 你利用车辆自带的GPS与RMU 与高晶地图相结合 再与斯赖姆云点图像做对比 的确定位准确 但是我要说的是 你随后的线控项目 和环境感知的 简直难于登天 尤其是环境感知 你所启用的深度学习方式 确实是属于前瞻性的设计 但是就算在5G 全部覆盖的情况下 它的准确率和误报率 是一场灾难 请问这一些一年两年五年 你能创造奇迹吗 我之所以因为了解 所以我想给你个 体面的下课方式 我想让你知难而退 结束这一切 你是公司的领军人物 也是所有工程师眼中的榜样 我是给你面子 我现在希望你能够给公司面子 减少损耗 提高效应 减少损耗提高效应 我看你眼里只有钱吗 我是很喜欢钱啊 但这是我的工作 不可以吗 这森药的事我已经看出来了 看来这两千块钱 你给的不是很愉快呀 无所谓 我非常痛苦 我记得曾经有一人跟我说过 在生意场上 有感情的人往往不会上股 只有那些冷血的贪婪者 才有成功 因为你们的眼里 没有未来 只有现实 还有事吗 我和江总要去开一个董事会议了 你自便吧 还有 以后不要说我不懂技术 我看你眼里只有钱吗 不好意思啊 这是赔偿你们酒店的损失 实在不好意思 没事 我听着你 你怎么了 是什么 那个事你能不能当成不知道啊 什么事啊 和家庭的事情 我不是一个多罪的人 但是自己有儿子 还在公司里面装单身 你还真是有兴致 你 对不起,我不是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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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上了,跟上了 你注意跑了啊 这儿,这儿电子 我说我给你发微信,我们都够了 你气死我了 李姐三,我告诉你啊 这局要没你保赢 你拉倒吧,自己在那儿让我气死了 我说我不气死了 跟着点儿 你推塔呀 不是,你们赶紧把小学生打扰 有什么意思啊 你哥们儿出了一个大事 我告诉你们 你赶紧推塔呀,你 推着呢,推着呢 我跟我们公司那女魔头彻底撕了 您的水晶正在遭受攻击 撕 这种人就是该撕破脸皮 光天患然之下 居然该抓你这一道 只拽到袋子,没碰到别的 你想什么呢 袋儿没有 哪一个混蛋 又没拽你那一袋儿 你那么激动干嘛 咱俩是不是弄反了 生气的应该是你吧 我跟他生气啊 那我一天什么事也不用干了 我说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呀 是不是给你转舒服了 陈月子倩,真的是 我跟你说啊 这个人,他自己有儿子 他在我们公司 你知道登记的什么吗 婚姻状况单身 我跟你说 这种人渣绝不能惯着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没事 我怎么听着像是打情骂俏的故事呢 打你那个 你们快看 怎么在三亚的事被人爆出来了 这是谁啊 著名的情感博主啊 今夜姐不晕 你看看,你看看 他怎么可能会知道我的事啊 谁知道呢 这评论追得还挺快啊 三千多条了 我看这评论还有说 要开始人肉了 怎么肉,怎么肉 我没做亏心事 不发鬼敲门 谁啊 要登记吗 找错了,在楼上 你还说不怕呢 你还说不怕呢 吓得什么样 我确定 他怎么可能是这样 我不相信 不不不不 我也不相信啊 但是你看 这,不约姐的微博发的信息 都说得很清楚嘛 上个礼拜 咱俩 咱俩 总工程师 除了那个已婚 不明显 那其他什么 不是在说咱们老大 我反正不行 你看这句啊 色胆包天 在公司里公开骚扰 这不就是说的那种 是 我说呢 这许总和咱老大 一直不对付 这根啊 就住在这儿呢 是吧 对 对 就有不可告人的明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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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是 你说他俩谁 睡个谁啊 这个不少说 对 咱们老大可不是 这么主动的人 对对对 我觉得呀 可能是许总啊 他先主动的 咱们老大就 顺其自然呗 对吧 对吧 这想法完了之后 这许总就受伤了 这女人啊 受伤之后是最可怕的毒 我按你流血不死的 是不是 来来来 流血 我看你们想象力挺丰富啊 敲带马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们有这么多想法啊 我们就随便聊聊 咱们A组的七个组员 七龙珠组合案 我都把你们当兄弟 所以我希望跟你们坦诚相待 刚才你们在微博上看到那个东西 是真的 一部分啊 但是现在开始不管他怎么想过 这场仗 我们是不是应该不会认输 这场战斗 你们愿意站在我的身边吗 愿意 愿意 好 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不能迟到早退 还有任何的动摇 因为现在开始这里 它不是公司 而是一个战场 这段话说得可真精彩 你说的话也是我想说的话 你的微博更精彩 什么微博 演技派 您过了啊 说我微博更精彩 它什么意思啊 喂 嘟嘟 倩倩 微博删掉 为什么呀 你知不知道现在 评论和转发都过万了 所有人都在猜这个人间鸡品渣是谁 倩倩我给你讲啊 这只是我们工作上的旧事论事 再说那些事 都不应该再提了呀 那怎么行呢 我现在突然删掉 算怎么回事啊 我不和我的粉丝交代啊 我不要面子的 可是这是我的事吗 这个事呢 你放心 是我的个人行为 和你也没关系啊 再说我也没执名道歉 对不对 我呢 只是想抒发一下 对这种男人的憎悟 顺便给他施施压 你这菩萨心肠 就给我收一收 老娘替你伸张正义 听到没 不说了啊 拜拜 拜拜 这个颜色不错啊 那我睡觉 看一看 梁长 不好意思 我闯就换 梁长 梁长 刚刚有个顾客跳来跳去 也不知道要什么 动不动还蹦几句法语 我实在搞不定了 法语 那您觉得这款呢 我不想要这么烂吗的 我想要更经典一点的 谢谢你 想不到郭老二的前女友风云 让我也装上了 小菲 小菲 Yuki姐 小悠怎么样 小悠很优秀 面试通过了 太好了 我跟你讲啊 您那见义勇为的劲啊 多多用在工作上 知道了吗 也是 班达 好 加油 加油 好 来 你为温夫 怎么这么快走了 每次要来喝一杯 他回公司了 每次陪我逛街 他都找季口酸 你们男生是不是都这样了 没有耐心 说是没有耐心 那反过来说 事业心挺强呢 对吧 我觉得挺好 对了 我这么突然间把你约出来 会不影响你工作呀 不会 店里有人看着 我店长也没人管我 没想到 以前那么调逼到帮你 现在 现在什么 现在 有点事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这想想差不多得有 十几年的吧 所有事都在变化中 都会变的 对吧 你要有什么事的话 咱们俩都这么熟了 你直接跟我说吧 小飞 小飞 嗯 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 你 你还单着吗 别别别别 这单着呀 这我一直单着吧 再说这么长时间我也习惯了 我喜欢一个人呆着 那个 我过得挺好的 你呢 过得怎么样 我呀 就那样呗 大学毕业之后 就找了一个互联网的工作 然后家里人介绍 认识了他 学科方面条件 还可以 这不就 快要准备结婚了 挺好 挺好 小飞 嗯 小飞 其实我觉得吧 这时候让我遇见你 一定是上天的安排 所以 我特别想问你一句话 那个 行 我 我结婚你能送我个包吗 行了 就当是水分子了 哦 好 可以 可以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好 来 来来来来 还有 南城 五号台呢 砍 尼拉 好 五号台牛排 走 小悠 累不累啊 工作还习惯吗 挺好的 那就好 不过刚才Yuki姐跟我说 让我工作的时候专心一点 跟你保持点距离 不过下班我就自由了 你这几天有空吗 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 好啊 好 我吃得差不多了 那我先去忙了 你去吧 太好了 好 宋代的朱喜礼学出现以后 女性的地位开始下降 男女之间的感情 也逐渐开始受到压抑 例如朱子说 存天理灭人欲 其实人类的欲望 又怎么能够被消除呢 人非草木 岂能无情啊 但是受到时代压抑恋爱中的人 一年可能只见一次面 而且就在袁小姐 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 其实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一年就只谈一次恋爱 悲剧吗 好 这位同学 我想请问一下郭老师 您刚刚讲述的古代男女关系 要是放在现在来看的话 又会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好 相比之下 现在的男女追求感情 更自由一些 今天你爱我 明天我爱你 如同儿戏一样 沐昕有一首诗叫从前漫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听到过 车马很慢的日子里 一生只能爱一个人 但是现在 爱情好像变成了快餐 你喜欢我 我也可以喜欢别人 对 这就是现在的男女关系 我再给大家想一下 一对清朝的男女佳人 一对清朝的男女佳人 公开课 实在不好意思啊 影响你了吧 没关系 已经上扣了 我给你发了电子邀请函 我看你没回应 所以我就想着过来一趟 一呢 是来看看你 二呢 我还是希望你那天会来 你 你 是我最重要的一个人 所以我想 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也由你来见证 可我们当初的约定 是一起经历 不是建立啊 不好意思啊 我这人不太会说话 其实我的意思是 知道你要结婚了 我真的很高兴 你放心吧 我会去的 你赶紧回去吧 到时候见 再见 再见 快点 快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是在跟谁发现气呢 这么开心啊 阿贝 我这个是群里边豆腐嘛 你不是那个表情可得多吗 我都摆了一个就是厂 带点豆腐啊 豆腐你算放上组织盐了 等着啊 好 好了 来 喝酒 来 喝酒 来 喝酒 来 就这十个动物多 就够你的房一家了 十个 这不九个呢 这十个吗 九个呀 太好了 我发了十个呀 怎么了 小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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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事 好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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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